材料清单,鸡肉鸡胸,鸡腿肉都可以,新手选鸡胸肉容易上手,咖喱块四块两人,分,牛奶一三代二,洋葱子皮一颗,土豆胡萝卜,淀粉少许,花生酱一勺,鸡肉切小块腌一下,抓上少许干淀粉,料酒,抓均酱油盐少少放一点就OK,口径不可以不让,不要多放,因为咖喱块的味道很足, 不然会太咸哦,这样腌过鸡肉会很嫩很嫩,口感超好,土豆胡萝卜去皮切小块,放少许油炒一下,成寒肥肉,温要香香的土豆味,表面有金黄色了就可以了 小火,少许油,将切好的洋葱放入慢慢炒小火出甜味后,再将腌好的鸡肉放入一起炒,炒至鸡肉变色,放入刚才焯过的土豆胡萝卜丁,也可以放些自己喜欢的青豆青椒等,当鸡水没过全部食材就可以,放入咖喱块,其实经过二到四部食材都是熟的了,物以后的步骤是对咖喱入味 小火煮,咖喱汁会慢慢熟,吃到搅拌,以免糊活 煮的过程中放少许牛奶,可以让汁更浓郁更美味,乳化小火会让咖喱汁变得更浓郁 最后放一小勺花生酱,木油就芝麻酱也行 注意是一小勺,和牛奶一样是提味用的 注意量哦,结合的味道会不可思议的好哟 最后再放少许洋葱丝提味,还可以加少许黑胡椒粉,就可以出锅了 这时满屋都是咖喱飘香末 米饭厚上一碗,撒点黑芝麻,烫上两朵西兰花 上桌卖像超好有木油,小贴是一 平时超市买的枕头蛋牛奶,用三分之一袋就可以 不必太多,可以在炖的过程中分两次加一点,让咖喱汁更浓稠更美味 和进口超市的日本椰浆作用一样 二,洋葱,一定要用小火,慢慢炒出香甜味,不能用大火会糊掉的 小秘籍,不要小看最后那一小勺花生酱油,更提咖喱香 满污咖喱香气哦,保证不会在满外面快餐店里那种咖喱炒饭了 炖用清水即可,不建议用农堂宝鸡精,这些会影响口味的 有些方子是用农堂宝的,个人建议不要用 用清水吞咖喱味更醇好好吃呢 PS,喜欢浓郁的奶味可以加芝士,奶酪 喜欢太式咖喱的还可以加苹果丁,都会有不同风味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